好讓人間 到處都 從來 萬難 講到台中的心事 最出名的第三就是香菇 我們今天的主歌 朱鳳梅 在二十幾年前 跟她的生師 回到新社的山頂創業 一開始她都不正做 所以遇到很多困難 但是她很打招 現在鼓勵已經有一家地的規模 不過 朱鳳梅的生活 不是僅僅僅僅僅 她的構成很熱心 也會去參加山區的志工活動 對她的生活 在一個月的生活 她的生活 也會去參加山區 她的生活 是很高興 她會去參加山區 她的生活 早期不会管理 然后那个品种是下谷 夏天的下 它长得很快 你在采第一行 后面已经开了 就是我采三天的通宵 我没有回去睡觉 然后三家伯母在香菇寮里面 曼菇跟不上 因为肉类也大得很强 还不能管理 水也不能管理 没办法就是不冬 所以不能分配 像现在说 栽极卖一下 会补卖一下 就是不要说流到全开了 这样你才队到它的脚部 我们也要队农作物的成长 去把它采用 就用眼睛看 第一年我们在种香菇的时候 我每一朵香菇都要去把麦 把麦就是每一朵都要去摸摸看看伞有没有开 比较辛苦 现在学会看 对 这个也是比较扁一点 马上就可以知道 早期第一年顾很辛苦 每一朵都去摸 所以人家已经跑很远了 我还在原地踏步 就写了 每一样都要写 香菇 其实医学界也在讲 香菇它是多糖体的东西 其实它又零卡路里 零档固醇 就是一个很好的食材 多糖体就是提高免疫系统 所以可以 如果吃熟的人可以多吃 但是有些身体状况 比如说肋风湿 或者说你有尿酸过多的 那就尽量不要吃 要吃就没关系 吃得比较少 煮凤梅到生死 本来在台中市区 经营一间做鱿蜜汤的铃铛 后来因为附近的铃口越来越多 储碧也觉得铃铛铛太差 所以他们就慢慢的生化 耍到新鲜的骨厨 对面这大贾西 对面很多房子那里 就是东市的庆东里 左边往东市 右边要往古关 就隔着一个大贾西 新社其实人家说三层三层 就是它的四周围 就是山给它环绕起来 以前也都要给出了 只有几户人家而已 对 我现在躲在那个地方 以前是土甲铺 是楼梅才翻起来 对 所以真落后 甚至那些都没薄油路 就走路路 我刚刚参加起来时 我躲不住 因为我说 人很少 买东西也都很不方便 对 所以那时候我都会往台中跑 来来回回我自己又思考 跑到底是为了什么 驾鸡随鸡 驾狗随狗 有点我们还要反省 在瓶颈转捩点时 我们到底是要怎么做 对我们再也有帮助 所以那时候台中新社这样跑 跑到最后我觉得好像有点空空的东西 自我反省 然后就跟土地结合 跟小窟的人结合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本 社区社會很多人 後來也先在社区發展學會總幹事 認真學部社区 也到三天有需要的人 大家對他都很肯定 早期因為新社地方 其實是鳥不生蕩的地方 我就是先當一個挖井的人 先上國語課 就是阿公阿嬤 不會寫自己的名字來學 外籍新娘不會寫自己的名字來學 我覺得做好事有一個好處 你會去當著好人 那時候因為九二一之後 政府開發一鄉一休閒 但是這個鄉下地方 你一定要有一個起頭的人 才會帶出地方的一些的特色 接這個社区的時候 我們就去請一些福利的培育計畫 但是我們辦的活動是在那個修根期 所謂修根期就是 如果沒有種鮮菇品種 現在就是從農曆的八月 一直修修到過年前 所以這個四個月份 是村民的一個學習的一個時段 大家都很把握機會 所以我們在辦社區 大家都會很溫馨 這應該是都因緣 因緣來就給自己機會 一年因為做 就是比較不經驗 還遷就到縫胎 所以縫胎來的時候 整個屋頂掀掉 我們的太空包也握到河 握到河 握到河 因為河就沒辦法繼續生 像說也是要繼續走路要走 孩子要小孩 就想辦法 慢慢研究 看怎麼做 這就是我們自己要認真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生都是會一個考驗 路總是要繼續走 我們也不能說因為環境這樣 我們就失去 考驗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想說 這個料要怎麼用比較堅固 像早期我們都用棉被 用網子打起來 現在的顧料就不一樣了 現在的顧料因為要風颱風 所以館頂都會蓋荷薩 所以風颱風就不怕它 開始轉行蒸雙古了 想不到頭一年 就遇到河浦颱風 讓它受到很大的損失 後來它慢慢改善古了 也累積一些經驗 想不到三年了 又遇到救利它大地盪 生成大災難 不用了都會損失 總是人生滑倒的時候 都要再爬起來 才有機會 那勇氣拿出來 你就會向前走 就會對自己比較有信心 一二一的時候 後來有接觸火候才知道 國土為翠 人生無常 這兩句話 在我的人生當中 也給我很多的歧視 九二一之後 就看到藍天白雲的志工 那時候就發現說 有機會 我也要來投入這個行列 這樣上人經常跟我們說 平安的人要救沒有平安的人 要健康的人 要救沒有健康的人 你要說可以互助 也是結一個好園 愛的存款 我相信這個就是因為 一切都是因為姻緣的關係 剛開始就是從環保志工開始做 環保志工 才帶媽媽 在各社區一些活動 來 這幾年 台灣農村 興起青年返鄉的熱潮 朱鳳梅大安好戲 在四年前 死掉軟體工程師的工作 也回家裡 到底保證香果 其實 就像人家講的 隔行隔山 對啊 你如果說單純的 要跨 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可是如果你要專精的話 就是要下一些功夫在 就跟種花一樣 你也覺得說好像也沒有很難 可是如果你要種得漂亮 要種得多 就是還是要有一些 know how那方面的知識在 像我也是回來之後 跟爸爸學 然後跟到處去問 因為小時候就是也有在家裡幫忙做過 然後覺得說這個就是 蠻辛苦的 所以回來跟爸爸媽媽媽說 然後他們幫忙 那一方面就想說 趁 還年輕 那如果要學 要做一些改變的話 可以趁早 去做一些調整 就是大家一起 住在一起 然後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一起努力啦 對啊 那相對來講就是 跟爸爸媽媽媽他們學 因為我們經驗也沒有那麼多 所以還是必須 要透過他們 根本我們才有辦法再繼續成長 對啊 孩子要成長 一定要讓他去學 學習獨立 我們現在跟他教 跟他陪伴 他如果有問題 我們會做討論 當然有他有新的方法 我們也要尊重 他讓他去用看看 方法都要創新啊 因為天氣在變 方法也要變 人生其實 都有很多挑戰的過程 都是第一次的 第一次就是一種經驗 那也是給我們一個機會 我經常說 機會是都給自己的 我們有時候 機會來到我們的面前 我們就接受它 你就會學到 或者是你會體驗到 遇到困難 沒關係 我們就勇敢的面對 好好來想看 要怎麼解決問題 我相信是沒有懶這個字 只是時間的問題 這就是我的作用人 就是問題來的 就是想辦法解決 就是往前走 路要走就對了 如果他還在漫工 我就向他騎來 有我的包子 一些那些不走開而已 我來找他 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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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睡覺了 不然一定要做外部 年輕人 他有他的思想 人家自己 情 他自己的去研究 對吧 他還問 有的 沒有的 問一些 人家的 我的經驗 都會這樣 沒問題 反正 我們老了 這頭 他也用不來 對吧 結果就比較涼 其實你說沒錯者 都是騙人的 人生哪有 什麼都很順遂 所以我們就自我安慰 我們以前都 一句話 你說三輪 一輪 好派教論 所以我都會向一句話 自己安慰 有時候我們也有 很好的地方 當然也有時候會很不好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想說 三年一輪 好派教論 這好派也會教論 不可能說 好的都在折 還是不好的都在折 我相信上天這樣安排 其實是都在教育 再幫我們提醒 求利益 大多年了 沒多久 朱鳳梅 坐持續列車去花蓮 進一步了解主座 回想什麼了 在那兩千年 就開始在他騎腳的地方 設一個環保店 但是因為土地 是跟家賓借的 家賓要去家 這個環保店 差不多在那兩千塊千年 就收起來了 我現在那裡沒有站的話 是要載到東四去 以前那裡有一個站的話 是回收車 我們的環保車會過來載 我如果要東四就算 有活動 或是說要去聯絡處處理事情 才順順才過 雖然是當和氣組長 有比較辛苦 但是我在東四這個區塊 我比較欣慰的是 師兄師姐 我們都相處得滿愉快 其實東四的師兄師姐 是一個純樸的一個三層 我覺得人都是很善良的 善良其實都要被企畫了 其實你對別人善 人家也會悔善你善 就是我常常告訴自己 不管怎麼樣 就是不能有不好的口氣跟人家講話 不要為了一時的口快 這個都不妥的 這個都要學了 其實我也都是在學 畢竟來到這個慈激的大團體 我們都是一個修行的團體 大家也都很認真的在做 即使方法有什麼不對 沒關係 做就做了 以後再改善就好了 所以這個接觸當中 學習當中 我們學到很多 就是盡量不要傷到別人 有時候生氣會傷到別人 你自己舒服 你的氣已經消了 可是你明明之中 你已經傷到別人了 這個就是一個修養的問題 就是不要把不愉快的事情 發在別人的身上 我們有禁思於就是說 不要把別人的過錯來懲罰自己 所以我們也要檢討一下 盡量就是不要 不愉快的事情不要表現愉快 好 你必須提包的孩子 要鬆刷什麼 要尬啊 哦 以後還分架 我們來給你唱歌 然後你好你好 歡迎 歡迎 新社地區因為比較偏偏 山路多 人也少 要做環保不簡單 煮鳳梅後來就在心經驗 平鄉修學的進私語教學 跟生外教學的提供 到立大媽媽的行列 也親親在學校的倫童 我們小朋友很熱烈 現在都敢講了 他們滿喜歡這種講卡的 這個發表會滿有樂的 對 我們孩子都要給他鼓勵 對 不然也不知道他先你在想什麼 對啊 各位小朋友大家早 大家媽媽早 非常的好 今天非常的有精神 所以接下來你們所學習的 都會非常的成功 那麼今天我們教的進私語 是這一句話 我先唸一次 也許一年級也看不懂對不對 好 待人退一步 愛人寬一寸 來 預備開始 待人退一步 愛人寬一寸 好 待人就是對待 對待別人 不管對待同學爸爸媽媽 或者是兄弟姐妹 這個就是帶人 我們總共有五所學校在旁 應該是從九十年開始接觸到現在 我就因為一個老師一個引進 然後就一直接觸這個進私語的教學 那現在方便多了 我們有影音的這樣的資料 所以讓孩子更喜愛這樣子 其實我們最主要就是以媽媽的心去愛天下的孩子 故事裡面的問題之外 我們也要結合生活的問題 這樣才跟靖思語會搭上 所以我會想說故事它裡面的發生什麼事情 我再來想說日常生活中 孩子他會有什麼狀態 我再把它加進來 做個結合 那這樣孩子就比較能夠去懂 原來我應該要怎麼用才是對的 謝謝 透過這個活動我覺得孩子他們明顯就是說在上課啊 還有日常生活在學校跟同學啊 跟其他老師相處都比較有禮貌了 然後他們可能在學校透過一些進私語的木扁啊 還有一些透過這些活動 他們也都可以學到更多好的話 然後得到更多好的想法 然後我覺得對他們的品格跟生活常規都有很多的改善 所以我覺得上起課來更輕鬆 然後也更感覺到孩子們的進步成長還有禮貌 其實這活動還蠻有意義的 讓小朋友可以把它內化到自己的心裡 然後體現在生活中 所以我覺得很棒 其實在大安媽媽這個區塊 我們有時候會碰到很多提報個案的家庭 我們也都會及時的伸出研所 讓學校知道說 其實我們實際就是在做這樣的事情 讓他覺得有困難 真的學校沒辦法的話就可以來找我們這樣子 交給我 我來跟我們社工講 神經來協助他 好 謝謝 感恩校長 謝謝大安媽媽 在每個禮拜二固定來學校幫忙 課程的集合其實大安媽媽很用心 她學習初 她就會把這學期要上的這些進私語的內容 來跟學校的老師主任甚至包括校長這邊做討論 那每一週呢 他會列出有三四條的一個進私語 那好像我們小朋友 我們平常生活教育上也有忠心得目 比如說這一週是品德啦 禮節啦 環保啦 其實都是相結合的 那我們就是多一個方式來跟小朋友做提醒 然後在日常生活當中 自然而然能夠體會 然後把它用得出來 應用出來這樣 以前我也看過媽媽很辛苦的時候 所以我知道苦的人是多麼的苦 人生就是這樣啦 我們今天如果沒有做主座 我們也是一個農民 簡單的一個農民 我們今天如果沒有去做主座 也沒辦法跟小朋友學校結好也 今天如果我們沒有去看個案 我們也不知道人生有很多苦 我們沒辦法去看到的地方 我們是要來學做菩薩的 所以我們的心要很清靜 真的是不要想太多 你如果想說路那麼小 又那麼高 你真的是爬不上去了 我們想的那個都是多餘的 我們的目標在哪裡 簡單的就是往前走就對了 現在珠鳳梅的兩個好心 都要接吼了 一個人做會打拼 讓他感覺很安慰 在這裡也讓他 還有更多時間可以去付出 雖然在在山區做工作 和做志工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可以為社會 真一分的力量 跟這份愛彈出去 他感覺很快樂 當kin和天賣